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莉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18年来从来没有剪过头发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太阳洒下了一缕圣洁的光辉 在这缕阳光中带上了一朵神奇的金色花朵 只要有人对她唱歌,她就会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并且能够治愈所有伤痛,以及让人永远保持青春的能力 又过了很久之后,这个国家的王后怀孕了 就在她即将生产的时候,却得了重病 国王很担心,便派遣军队去寻找这朵传说中的金色花朵 但一个自私的老巫婆为了自己能够永保青春 并将这朵花占为了己有 可当国王的士兵搜索过来的时候 老巫婆惊慌是错的逃走了 但却忘了将金色花朵给藏起来 就这样,士兵们发现了这朵花,并将它带回了皇宫 王后喝下了一朵花泡的水,并且瞬间就痊愈了 随后还生下一个长得一头金发的小公主乐佩 而失去金色花朵的老巫婆却并不死心 为了继续永保青春 她偷偷潜入皇宫,偷走了公主乐佩 并将她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高塔中抚养 转眼,乐佩已在高塔中生活了18年 虽然她无比向往外面的世界 但老巫婆就总是吓唬她说 外面的世界全是坏人 只有生活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但乐佩还是很向往外面的生活 又像老巫婆说 自己18岁的生日礼物是希望去外面看看 但老巫婆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同一天,我们的男主和他的基友 一起偷出了那个曾经属于公主的王冠 但撤退时,这位卫兵发现 我们的男主就很厚道的把好基友坑了 丢下好基友独自一人带着皇冠离开了 但没想到,卫兵统领的白马更同人性 一路追着她,不疑不挠 好在男主发现了一个山洞才躲过一劫 而山洞的另一边就是乐佩住着的高塔 男主顺利成章地爬上了高塔 进入了乐佩的房间 但堂龙不缠,黄雀在后 刚进门,就被早就听见动静的乐佩给打晕了 这时老巫婆从外面回来 乐佩联邦将男主藏进了衣柜 并用尽支开了老巫婆 待男主醒来后 乐佩还用男主偷出来的王冠威胁她 让她带自己出去看看 不得不说呀,公主就是公主 在高塔待了这么多年 智商还一直在线呢 就这样,公主18年来第一次走出了高塔 确确的来说是用头发滑下了高塔 他们先是来到一家酒吧 没想到这里居然是坏人们的聚集地 但是坏人们却都被乐佩的一番话 感动得泪流满面 就在此时,卫兵们也在白马的神主宫下追到了酒吧 在坏人们的帮助下 男主和乐佩阴差阳错地被困在地下 好在乐佩发光了头发,救了两人一命 乐佩还利用自己的魔法成功地驯服了白马 随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乐佩 两个好基友算计了男主,并欺骗乐佩 男主背叛了他 乐佩伤心觉得和老巫婆回到了高塔 经历了这么多 乐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图案 却猛然间想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他找老巫婆理论 但没想到,老巫婆直接翻脸将他绑了起来 其实男主也在白马的帮助下成功逃了出来 他一路飞奔来到了高塔 但就当他爬上高塔的瞬间 却被老巫婆偷袭,重伤倒地 伤心的乐佩恳求老巫婆救男主 并承诺一辈子不离开这里 老巫婆就这样同意了 但就当乐佩准备用魔法为男主疗伤的时候 男主却一刀砍下了乐佩 但一头用有魔力的长发 他宁愿死也不愿意自己心爱的人失去自由 老巫婆看着已经失去魔力的乐佩 绝望地跌下了高塔 而男主就这样死在了乐佩的怀里 但没想到,乐佩流下的眼泪 他再一次救活了男主 长发公主作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 在迪士尼公司的拍摄下 各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唯美精致的画面 悠然动听的配乐 无论为该片增色不少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地订阅 小丽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咯